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让外界跌破眼镜的莫过于好莱坞世纪情敌 安杰丽娜丘利和珍妮佛安妮斯顿 竟然都确定出席 并且担任颁奖人 尽管没有同台 但难得现身同一空间 为本届金球奖增添了不少话题 值得注意的是 很多以往是颁奖典礼常客的好莱坞明星以及制作人 这次却都在出席名单上面缺席 这是因为近来曾出不穷的性丑闻事件 让好莱坞演艺圈意识到职场性骚扰的无所不在以及严重性 因此在今年金球奖入围名单中 涉及性骚扰以及性侵丑闻的多名从业人士都被予以排除 即便过去是颁奖典礼常客也纷纷落马 而将出席本届金球奖的女明星们 她们计划穿着全黑服装来走红毯 以表示对性骚扰受害者的支持 美国创新艺人经纪公司也宣布将取消举办今年的金球奖派对 并将这一笔资金挪用于成立性侵司法维权基金会 而1月底登场的美国演员工会奖颁奖嘉宾 也将首次全部都由女明星来担任 而今年担任金球奖主持人的喜剧演员梅尔 她的表现也备受瞩目 她将如何在以往总是狂欢气氛的典礼中 适当地来处理影坛性别不平等的议题 成为金球奖的另一大看点 新闻时时报记者刘欣为您报导 更详尽的金球奖消息请锁定明镜电视 我们的主持人柳成和小月将为您做更多的报导 做OK 来到准备点放入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